在东方帝王谷的核心区域 渭河北岸的咸阳园上 东有汉高族长岭 西围汉武帝茂岭 北方是唐太宗的昭陵 这些姓罗齐步的帝王陵墓群 以众星拱月之事 环绕着一座更为远古的帝王陵 传说中的周陵 早自宋朝开始 这里一直传为周文王和周武王的陵墓 千百年来人们建筑祠堂几百 周文王集场 是率领周人崛起的杰出领袖 也是周人灭伤大业的实际策划者 他的儿子周武王 通过一场血流飘出的牧业大战 终于推翻了商王朝 成为西州的开国之军 周武王灭伤以后建立周朝 都城在耗尽 历史上称为西州 西州的势力范围 北地阎山山脉 南达淮河及长江中游 西到六盘山 东至山东半岛 纵横皆有一千五百公里 它是顶都于山西的十三个王朝中 最古老的王朝 也是夏商周三代中 对后世影响最为深远的朝战 中华文明的奠基者是周 因为夏和商都处于探索阶段 夏只是开启了文明的大门 然后商人在寻找文明的道路 但是商人寻找的道路 可能是不适合中国国情 或者说不适合这个民族的 一直到周 作为一个农业民族 在当时的这个荒满之中脱颖而出 他奠定了 作为一个农业民族的 或者说作为一个大陆农耕民族 的文明的道路 这是周人找到的 周灵古白森森 今天的考古工作证实 他们其实属于战国时期的墓葬 只是因为历史上的墓 才被后世当成纪念周人宪祖之地 在周人崛起的周园 还有一座传说中的周太王陵 周太王即骨功胆负周温王的祖父 他率领周人 历经千辛万苦 迁徙到周园 安居乐业 奠定了周人后世 兴旺发达的基础 然而这座墓也没有可信的考古证据 真正的周代王陵究竟在哪里呢 2004年 周代考古出现重大突破 在宝祭石七山县凤凰山的中部 有一处远近闻名的建筑群 周公庙 他为了祭祀周朝开国元勋 周公鸡蛋而建 是建于随墨唐处 为国内三大周公庙之一 先从古建筑三十余座 以周公元圣殿为主体 青台楼阁如重新拱运 占地约七公顷 2004年 就在周公庙附近的山梁上 一个大型的高等级墓葬群被发现 确认有西州时期大型墓葬二十二座 其中有四条墓葬的十座 三条两条和一条墓葬的各四座 陪葬坑十四座 之后又探明一百九十二座中小型墓葬 有四条墓葬 还有中部的陪葬墓坑 这已经是黄秘级的墓葬 而且这里距离周远不容易 一时间这里吸引了学术界的巨大关注 岐山周公庙遗址发现有十一座四条墓道的大墓 还发现有几百座小墓 也发现了制造青铜里级的作坊遗址 这是迄今为止西州考古里边最重要的发现之一 过去我们以为这可能就是西州亡灵 但是后来通过考古发掘 结合历史文献的记载 一些加古文上所出土的 可能属于周公的这么一种加古文 我们判断周公庙的遗址 其实是周公家族所使用的 周代亡灵之所以至今难寻 除了因为历史久远 也因为上周陵墓不峰不树 不齐风土不立墓碑 也许真正的周亡灵 将成为东方帝王谷内 隐藏最深的秘密